Hello 大家好 我是AVY 歡迎回到AVY的微醺酒館 我又又又又又又給你們挖心坑的 上幾期講到黑衣組織裡面的情酒 大家都很喜歡 那麼這次呢 我就來講一講 讓情酒又愛又恨的女生 會員愛 代號 雪莉 啊 そう啦 雪莉啦 那我記得小的時候 我看《名偵探柯南》 真的是把她當鬼片看 但是在《名偵探柯南》裡面 我最喜歡的角色就是輝遠愛 我每次看到小蘭跟柯南在一起 我就 我一定會快進就跳過不看 有跟我一樣是可愛迷的 在上面給我摳一 那我們今天就來聊聊 加強葡萄酒雪莉的歷史 以及我們會測評四款不同風格的雪莉酒 不同的雪莉酒該搭配什麼食物呢 話不多說 上雪莉 今天來講講喝Sherry雪莉酒 你需要知道的一切 起飞 大家好 我是Ivy 歡迎來到Ivy的微醺酒館 花刀七分 酒至微醺 讓我和你分享 不玩而美的品酒至高靜姐 雪莉酒的產地 源自於西班牙 來自於西班牙的金三角地區 分別是Herez、Saluca 跟Alburito di Santa Maria 從古希臘人開始釀雪莉酒 到現在已經有三千年的歷史 簡直是葡萄酒裡面的古化石 那麼這樣做雪莉酒的葡萄品種 非常的簡單 你只要知道一種白葡萄品種 叫做Pelomino就好 因為這一種葡萄品種 占所有雪莉的工產量的95% 那剩下的那5%就是PX 跟Muscatel來做甜的雪莉酒 但大部分的雪莉酒 都是甘心的 沒有想到吧 其實我第一次接觸雪莉酒的體驗 非常糟糕 我一直都以為雪莉酒 這種加強酒 應該是香香甜甜 非常容易喝 但是我第一次喝喝了 Fino Sherry 我當時直接就 呃 乾了起來 我以為我喝到了那種發霉發臭 而且有股魚腥味的白葡萄酒 從此我與雪莉是路人 但是後來呢 跟朋友去吃西班牙菜 那董酒的朋友 就給我推薦了幾款雪莉酒 搭配西班牙菜 我才發現 原來我第一次的打開方式 不對雪莉酒原來是那麼的好喝 雪莉酒的美呢 就是一種雪莉不同風格 它可以搭配從前菜到主菜 到最後甜點都完全沒問題 HOLD住全場 真的是叫雪莉節 有沒有 那我今天呢 就特地訂了家附近的一家 西班牙Tapas 來產一產你們 不對 是叫你們雪莉跟西班牙菜的搭配 走 我們去拿外賣去 Let's go 那我們現在來拿外賣 我們來到這家租租 就是專門做西班牙菜的 就可以來搭配我們的雪莉 然後因為疫情關係呢 Napa政府就把這整條路都關了 然後就可以放很多桌子在這邊 讓餐廳繼續營業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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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到我們的雪莉測評環節 我之前說什麼 邊喝邊學 今天還要邊吃 我才能學得下去 那我們今天呢 我選的這四款雪莉 都來自西班牙著名的酒場 Let's go 我們要測評的第一款是 Manzanilla Sherry 這是雪莉的一種風格 製作雪莉的釀造方式跟成年方式都非常的獨特 但是有點複雜 我怕我在這裡講你們會直接睡著 所以如果想看進階版雪莉節目呢 可以在下方留言 我可以單獨做一期節目 講一講雪莉的釀造方式 那我們來測評我的Manzanilla雪莉 好 我現在已經能聞到那股 鹹鹹的味道 那從顏色看它是蛋檸檬 氣味上 就是一股鹹鹹的海風的味道 那Manzanilla它非常特別的就是 這一種風格的雪莉 它是在Saluca那個海邊城市進行成年 所以經常會有海風吹過來 就會有一種海的味道 我還聞到了杏仁檸檬 還有一點那種酸麵包 非常強的發酵酵母的味道 沒熟的香蕉就綠香蕉的那個味道 海洋 杏仁 菊花 酸麵包的味道 而且這種是超乾型的 一點糖分都沒有 所以它馬上緊縮你的嘴巴 你的嘴巴馬上就 而且你在舌頭能嘗到酒精的辣 這個的酒精度是17度 那為什麼說雪莉是加強型葡萄酒呢 那加強型葡萄酒是在普通的葡萄酒的情況下 加入95%的純酒精去提高它的酒精度 那我們第二款要測評的是 Amontillado Sherry 它是有一點點那種酵母的味道 而且我想給大家看這個顏色 非常的不一樣 你看到嗎 我們來試一下這個Amontillado的味道 它有一種不是很甜的葡萄乾的味道 有點李子乾 就是各種蜜健博譜 杏仁 它有點香蕉乾 剛剛這個不是沒熟的香蕉 這是乾香蕉 酸麵包酵母的味道 我們來試一下它的口味 哇 更加的乾型 真的一點糖分都沒有 現在我就恨不得給我嘴巴抹一點點油膩 你知道嗎 非常強的杏仁的回味 香蕉乾李子 乾李子就乾國苦的味道 而且它是介於清爽跟複雜之間 它是比這個Manzanilla的口味更加深一級 而且有一些國譜的味道 那我今天為這兩款酒 我選了一個西班牙的小吃 叫做Boccononi Boccononi Boccononi Something like that 這就是Boccononi 它其實是那種小的魚乾 然後放在一片烤麵包上 還有一些雞蛋 我們來配一下看看 有沒有改變這個酒的口感 那我們來試一下這個Boccononi 跟Manzanilla的搭配 就不那麼乾了 而且我沒有嘗到那種腥臭味 那個魚腥味了 我感覺這個就是非常非常適合開胃的一個酒 那我們來試一下用Amontillado來配這個Boccononi 絕配 我感覺它帶出了Montillado裡面的那個杏仁的味道 回味特別的香 而且呢其實這個小魚乾是有一點點酸的 跟這個乾型很好的就碰撞在一起 你的口腔就是一種 我要多吃東西 就這個真的太開胃了 那我們接下來要測評的是我最喜歡的Sherry風格 叫做Ororoso 那麼Ororoso呢就沒有那種酸麵包的口味 而且呢顏色呢也是會比較深的這種琥珀色 我們來給大家做一個測評 從風味上它是一種甜的葡萄乾的味道 而且有很重的那種糖炒栗子 黑巧克力的味道 那口感上呢也是乾型 但沒有前面兩種那麼乾 我覺得是比較柔順的一款 但是是有點故事的 因為它的回味呢就是那種糖炒栗子 黑巧克力栗子 那麼今天搭配Ororoso我就選了牛排 而且這個牛排是配了西班牙辣醬 它所以是會有一點點辣的味道 我今天點了這個是五成熟吧 大家平時吃牛排喜歡吃幾成熟的 再扣在上方給我看 這個油脂瞬間在我的口腔裡爆發 我們來試一下跟Ororoso 我覺得Ororoso喝下去讓我覺得這個肉更嫩 而且這個肉很香甜 而且讓我覺得這個Ororoso 我現在能嘗到多一點的果味 像李子那樣的味道 而且怎麼說這個牛小排掉出Ororoso裡面 檸檬皮橙子皮的味道 就那酸度還在 就讓你一直吃一直吃一直還想吃 好開胃我的天 就一點都不膩 但最後我們要測評的是Cream Sherry 我推薦看我視頻的小仙女們 這個就是非常適合睡前喝一杯的晚安酒 那麼Cream Sherry它是有一點點甜 而且它的酒精度是20度 所以晚上要睡覺之前喝一小杯就能嫩嫩的睡著了 那我們來測評一下這個Cream Sherry 它是在我們剛剛Ororoso的基礎上加了一些PX葡萄 所以讓它變得有一點甜 而且你會看它的顏色就是更深 就是深乎魄色 Cream Sherry是非常適合搭配甜品的 就是各種甜品都可以搭 我們來聞聞它的氣味 夏桑菊嘛 還有一點煮梨子湯的味道 紅糖黑糖 帶有一點點杏仁 那不是很明顯 那主要就是那個夏桑菊的味道就特別的上了 甜 甜梨水 燉梨湯的味道 我現在單喝它我就覺得自己是在喝川貝琵琶路 但是是醉了一點水的川貝琵琶路 那我們今天搭配Cream Sherry 所以我選了西班牙的甜點叫做Crislicious 那我之前教過大家就是甜酒要配甜品 好吃吧 那個焦糖太飛糖 咖啡 栗子 栗子 皂姿 還有我們的架桑菊涼茶味道 全部就在我的口腔 爆炸 真的大家可以試一下 用Cream Sherry去搭配提拉米蘇 也是很好的一個選擇 所以我覺得Cream Sherry 也是非常適合女生的一款 晚安酒 那在我看來 灰原愛代號雪莉 像哪一種風格的雪莉呢 我覺得應該就是Orooso 因為它開場非常的帥氣 就像Orooso給我們的口感是乾型的 但是它同時它的回味就是非常溫柔 因為我覺得灰原自從它開場之後遇到了柯南 那三個小夥伴之後 它就會變得溫柔 開始照顧別人 那看完今天的節目 你最感興趣或者最想入坑的雪莉 是哪一種風格呢 是酸麵包酵母感非常強的Mandolina 還是有一點點杏仁跟酸麵包結合的Amontillado 還是像灰原愛有一點韻味杏仁味很足的Orooso 還是最後呢適合晚安酒的Cream Sherry 在上方扣1 2 3 4 那柯南黑衣組織裡面9場成員 你們還有誰想深挖的在下方留言告訴我 沒準下一期我就會做一期專期節目喔 喜歡我們的節目別忘了點讚 關注 轉發 真相只有一個 下期節目再見 美酒既是藝術也是生活 關注IVY的微醺酒館 帶你品味樂趣人生 下期節目我們再見